第三項主人 第三項主人 又叫做匪勒主人 在過去的時候 好像寫出一段 是一段要認真地醒察 和唱會的日子 包括要感受和黑記 但是到了第三項主人 只是一個放鬆的時刻 然後我們 就是要繼續留意一個重要的慶節 很快的運動 有些人已經留意到 今天的制衣不是知識 有些不同 其他第一、第二、第四、唯一 主日的主日都是逐分知識 但是今天 也少許指號 或者有些不同 今天大家都留意 三個月的日子都是其他日子的 其他日子是不同的 這個是今天日子 是剛才說了放鬆的時刻 有些不同的 因為很快會看到我們等待會 會編足的正當的第一節日 理論的方面 就會是一個合適的方法 準備自己的歡迎主義所的累積 到時今日已經不需要感染 在這段障礙其中 每個同學區都會安排 我們認識的同學區 有悔罪禮 是一個機會透過三王聖士 去慶祝離開的聖誕節 在這段時間 就不大的節日 越來越接近 離合到現季可以感受到聖誕的氣氛 所以今天的理石中的經驗 在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都是真正的喜樂 喜樂是因為太過主的累了 天主的道一會進入我們人間 在這段時間 以世人才敢說 那時 每日將會看見 龍子 將會 將要 應徒 那時 其子 必要 挑釀 如龍 阿婆的舌頭 必要 呼 呼 救一 既然 既然是 就是天主大悲日 身心自愈後 心能成熱 周六 耶穌為領導 夢數日的生活 受惠於 祂所大力的自愈和圓滿 但是 不僅是我們身體上的全員 都包括個人的情緒 身體 團體 社交 以及 你的心力性方面 等不同的層面 看一看 福音 耶穌執行 祂的使命是 使著月漢被拘捕 因為 祂指責 哈羅德國 使祂小女的太太為妻子 當時 當時 她的小孩 仍然是 生命 活生生的 當 月漢 就更加 的時候 她 聽到 那些手機聲 接著 就是一些 悶痛 可以問 手 是不是 她 是 要來的 那個 一位 或者 正要等 一位 為什麼 月漢 叫她的門徒 去問耶穌 這個原因 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月漢 真的想知道 又或者 想來的門徒 知道 耶穌是 每天天所等的 各位 牧西人 每天都 聲稱 清清 她在 聯邦 耶穌的 學人大都 陪 看耶穌 沒有直接 答他們的問題 不過 她 她用這世人才知道的 預言去到 恨子看見 博子不走 麻煩給人 得到 劫症 等等 這一切 就是 耶穌所做的 事 每句 她說 她 意思 就是 沒錯 我就是 歌為 要來的 麥西人 因為 麥西人 已經在我們中間 但是 真的 因為 我們 也需要 預期 經營 這樣 等到 耶穌和 她的 基督團體 的生活 已經在我們中間 不過 她 會更加 圓滿地 進入 我們的 日常生活 裡面 我們要經營 教人的 喜樂 即是 耶穌 進入我們的生活 帶給我們 有 全意 和 圓滿的 力量 這就是 我們每個人 我們的團體 都要 努力 做到的 耶穌說 六月下 是獅子中 最低的一個 因為 她是 堅強 不是 扶有或者 有名 所以 大家 很多人 都去到 她 那裡 聽到 她所聽的 事 鬼滅自己 不好的 生活方式 其實 我們每個人 基督徒 的照叫 都是 好像 有人說 為 主耶穌 準備多了 讓 祂 進入我們的 內心 同時 幫助 身邊的人 準備好 心靈 使他們 都可以 經驗到 教人的 喜樂 預備 天主的 慮樂 這些 感到 的 聖誕意義 聖誕節 雖然沒有交換禮物的錯誤 但是 我們可以 正在神中 靠天主 賜與聖誕的喜樂 為我們 也讓我們 轉身喜樂 給我們身邊的人 聖誕 賜 按摩 脫 仔 市